张聪祥 他在大学中所学的专业是艺术设计 毕业之后曾在上海一家外企 从事大型酒店的装潢设计 做的都是一些五星级的酒店 然后之后呢 在外面有上班大概五年左右吧 觉得自己经验这方面都比较成熟 或者说也能够独当一帮了 然后去上 在上海就持有了工作 回家想自己创业 回到吉安之后 张聪祥开了一家装修公司 但是几年经营下来 却是生意惨淡难以维持 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有一级之长就可以说 有很多社会上的人际交往 关系之下还是不够 半年一年 这方面没有接到单子 对自己的自信心 挫折这方面有点担心 其余大的挫败感 让张聪祥十分失落 2016年3月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接触到了暗网 从此张聪祥对暗网技术的痴迷 一发不可收拾 我在这领域里面 我的挫败感比较强 那么我作为男人 我可能说 我希望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 让别人崇拜我 从刚刚开始的一些 知道了解 到慢慢的精通 这方面一个满足感 通过自学和钻研 张聪祥竟然变成了一个 精通暗网的高手 与此同时 他渐渐地发现 一条隐蔽的生财之路 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因为也是一些国外人的 一些邮箱密码 这些东西 我觉得无所谓 当时也没有多想 我就把他们 就是说弄到国内 就像转手 赚一个转手费 这样子 然后慢慢的觉得 这个东西也能够获利 慢慢的这些 一些非法的一些想法 就参生了这些理智 根据调查 张聪祥非法获得他人 邮箱账号密码信息 74.9G币 信用卡信息4301条 非法获利几十万元 犯罪嫌疑人赵鹏宇 非法获得他人 邮箱账号密码信息 200余万条 信用卡信息3132条 非法获利十几万元 这些犯罪嫌疑人 他们可能设计的罪名 有两种 第一种呢 第一个罪名 可能就是非法 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因为他盗用了 大量的这样的 公民个人信息 第二个可能设计的罪名 就是信用卡诈骗罪 因为他可能盗刷了 很多公民的 信用卡的一些金钱 有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 最终 检察机关 以侵犯公民信息罪 向平昌市安远区 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他们实质上实施的 就是一个信用卡诈骗的行为 我们要到国外去取证 而且他那个数据量比较大 造成的那个司法成分 是相当高的 这涉及到一个 到国外去取证 一个区域司法协助的问题 取证难度非常的大 也就是说 在我们办理案件的 这个期间中 我们没有能够取到 日本国公民的相关的证据 所以支持指控他们 犯信用卡诈骗罪的 证据不充分 前日请愿 被告人张宗祥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被告人赵鹏宇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不刃 大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